沒關係 我說萬一沒有解釋的話 你可以考慮考慮說在上一學習的事 他會畢力高商回來 對 我說可以考慮 你就為了這一品回來 為了這一品好不好 那個 我們來看一下學習章的第10頁 我們上禮拜講的像被 像寫跟背寫的第10頁 第10頁 那個產生族群那邊 上禮拜講的像斜跟背寫 記不記得 我知道我知道我知道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彩色圖形 彩色圖形那個合乎的位置 你認為他是像斜還是背寫 第10頁啊 像斜 是像斜 為什麼合乎會站得下來 我們看一下 他那個圖形竟然長這樣子 像斜也講完 我們先從表面上看起來 上次不是講過了 對 這邊是三 這邊是三合 對不對 這合 我們從三的角度來看他是這個樣子 感覺上他這邊不是應該像斜嗎 是不是像斜 對不對 可是喔 是那像斜跟背寫 我們看表面那種地形 他看什麼 看底下的輪路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輪路 我們來看一下他的輪路 我們藍色那個最清楚 藍色是長這樣子 藍色是長這樣子 對不對 就這樣長這樣子 表示什麼 表示這邊的地形 事實上他本來 應該是很多層 那每一層都是長這樣子 好 我把他放好 呃 他長這樣子 但是呢 這邊因為他地式剛好在合骨會衝刷的地方 所以他被合給衝掉 對 他被合給衝掉 所以他被侵蝕掉 被侵蝕掉 被侵蝕掉 所以你能讓這間是背斜還是向斜 背斜 就變背斜了 懂意思嗎 所以我們可以考慮一個向斜地形 從背斜地形的話 還是看他的皺蝕的形形 而不看他是表面上的形形 這是他的重點 然後第四季可以講到那個 呃 所謂的標準化石 在課本上提到標準化石 就是說我們 如果這地層的堆 也是非常的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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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 沒有經過很多複雜的一個地形變化的話 我們把這個地形挖出來看 你才從上開始 這是一千年前的 兩千年前的 三千年前的 四千年前的 五千年前的 八千年底 一萬年前 兩萬年前 三萬年前 因為他這個地形就這樣 從頭到尾都有 我們就是一個標準化石 好 所以大致上是這樣的 對標準化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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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比較穩定 那我們可以從他的岩層當中去看到他 大致上 在那個年代 所屬於的動物也都看得到嗎 譬如說 譬如在兩萬年前這一層化石裡面 我也看到很多 那個年代所有的 才有的那個化石 可是呢 如果這個地層結果變化 有沒有 他這邊 被侵蝕掉了 然後有一隻動物死在這裡 然後他這邊又被填埋了 夾火山爆發被填埋起來了 他說你挖到這裡的時候呢 你幾年之後 你挖到這裡的時候 欸 你說哇 這個動物 他跟這個地層同年代 這樣對不對 不對 就不對了喔 懂的意思嗎 因為這個年代是 這個年代是很久以前的年代啊 你看這一邊還一塊 事實上邊還一塊年代 可是這一塊年代被衝刷掉了 這隻動物才死在這裡 然後被埋起來了 那又經過三萬年 然後我們開始挖他 挖到他的時候 我這邊這個動物跟這個年份 是一樣的年份 結果是錯了 這就不是標準化石嘛 這又不是標準地層這樣 我有問 是你說 他們化石居然就是 什麼東西啊 化石有很多種 化石有時候是 譬如說一個動物死掉之後呢 剛好他被填傷的東西 填進他身體裡面 然後把 你知道這樣子嗎 不是啊 他有時候譬如他死掉 他可能就 他也許受傷 他沒有過疑 那那些天通東西 就怎麼會灌進去啊 對 怎麼會灌到整個身體呢 欸 基本上我覺得 我覺得啦 我覺得這樣 譬如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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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直接整個把所有人都蓋住了嗎 瞬間是不是就被蓋住了 然後蓋住之後 人就被定寢啊 對 假設定寢 定寢完之後我死掉了 死掉之後 誰會先爛掉 肉會先爛掉嗎 可是火山已經形成一個殼對不對 如果爛掉之後他變成一個孔洞 對 這時候可能在新的東西 不小心可能在過幾年之後 他可能怎麼樣的方式灌出進來 他人在裡面就有形成結構 就會形成跟我身體一樣的結構 那裡面呢 骨頭還在 所以他又把骨頭都包起來 所以去挖出來 看到一個人的形狀 可是人的形狀 裡面所填充的 就不是因為那個肉跟皮膚啦 因為肉跟皮膚也不見了 對不對 好 那另外一個可能性狀 譬如像剛剛講土破 我一次昆蟲被 樹脂黏住了 樹脂黏住之後 因為樹脂是一個絕氧的 他沒有氧氣進去 所以基本上這昆蟲會不會爛掉 也不會爛掉 因為細菌也就死掉了 所以整隻昆蟲跟裡面的細菌 什麼都都卡在裡面 就死掉了 那死掉完之後 你還好嗎 你看到人好 我看他一直很痛苦 然後那個昆蟲就被整個包覆住了 他久久就死掉了 死掉之後他因為沒有氧氣 主要是沒有氧氣的關係 那這虎波很特別 這樹脂很特別 他經過一段時間都慢慢變透明 你看他流出來是乳白色對不對 這樣過一段時間他會變透明 變透明 所以我們不看 因為他裡面有一些昆蟲 對不對 就這樣 好 好 化石還有很多種 譬如說像有些腳印 為什麼腳印化石 也是一樣啊 譬如說我先 在這個石頭上我先踩這個腳印 然後 沒多久呢就飛來一層 這不但不會在石頭上踩這個腳印 這可能是泥巴 又黏土才是個腳印 那接下來來一堆沙子 風吹嘛 有沙子飛過來 就覆蓋進去 覆蓋進去再沒多久 又對有一層泥土又黏上去 又飄進來 然後久而久之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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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這個地方硬又採出那個痕跡 當然像是被另外一種材質所掩蓋的 所以久而久之等它整個硬的時候 這個痕跡是在的 當我把上面除掉 發現這邊有個痕跡 它實在就是腳印 所以看得出來腳印 所以腳印有可能是化石 OK 那當然大部分的化石是骨頭啦 因為肉會爛掉 所以大部分看到化石是骨頭 骨頭會不會化掉 骨頭會 骨頭會 它有一個東西會輪點掉 會剩下大概蓋子的部分會存在 所以這樣的話 那為什麼人的骨頭會消失 消失 人的骨頭消失是什麼 那你這樣人它死一死 死一死到時候 全世界的骨頭也沒了嗎 可是 全世界那麼大 怎麼會因為你這樣 最後都死一死骨頭就變沒了 可是這樣的話骨頭不是消失不了嗎 不是說骨頭消失不了 它必須在適當的環境下消失 會被保存下來 並不是所有的骨頭都會被保存 對 不是所有的骨頭都會被保存 因為有些骨頭還是慢慢的會消失掉 會不見 會不會消失 有可能會被吃掉啊 有些動物會疼骨頭 就把骨頭給砍掉了 它就瘋化 有些骨頭在空氣中 可能小動物進去吃骨髓 吃什麼吃吃吃吃 啊吃吃吃它就鬆散對不對 這時候大的動物會 啪啪一壓扁了 那骨頭根都找不到 是不是這樣 它就不會形成化石 一定是那個骨頭 這個動物死掉的時候 死在這邊沒有人理它 也沒有人理 所有細菌把它的肉都吃光了 剩下骨頭卡在這邊對不對 又經過了幾千年 慢慢灰塵 吹吹吹吹吹吹吹 把它整個填滿起來 這時候它的骨頭保存住啊 你知道是不是 那你想想看 在野外中 一個骨頭放在地上 完全沒有被動到的機會有多大 應該不是很高吧 對啊 好第六點是解 要講到台灣地區的板塊跟地貌 你可以看一下 台灣地區的是 用那個板塊來 呃 擠壓變形 就是 實際上台灣為什麼會這麼說高山了 也是跟著有關係 我們這其實跟台灣跟尼泊爾 也是有點像 尼泊爾那邊也是推擠出來的 哪天我們上禮拜上完之後 那個誰 志姊跟我 聊說 地震啊 預測的部分 其實我們哪天想的就是 我覺得蠻有趣的 就是說 地震到底是怎麼形成的 地震是 是因為板塊之間的擠壓 那所以就有人來預測嘛 我們怎麼去預測地震的形成 誒 那怎麼 日測是會在地震前面比較好 是地震傳到裡面的現實嗎 就是 鎮壓一出現的時候 我們會 他們會傳給你 然後每個人的地方 地震還沒穿過去 有一些有大概兩三個小時 就反應 那主要是 譬如說 從地震上一開始 對不對 那地震波的傳遞比較慢 那那些做那些工作的人 他會忍心什麼 忍心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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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然不是這樣子 這設定完之後 是電腦在通知你 又不是人在通知你 趕快打電話 快點趕快打電話 等你電話播通 等一下早就睡 早就睡過去好不好 這邊一定有放Sense 有放感應器 有放感應器 他們可能在全國的動物地方放感應器 好的 我這裡有地震 我這個感應器感應到 我都正在這裡 我就用感應器 控制電腦 立刻發簡訊 那等你這個人在這裡 你收到簡訊 喔在這邊有地震 這個距離你可能是200公里 對不對 你收到簡訊了 你知道原來200公里 有地震 可以來得及跑 能不能造成玩笑 對於就是日本會從頭來說 很好 對啊 他們有在努力啊 我們有沒有在做努力 沒有 沒有 有啦 我們現在被人錄個每次地震 欸地震喔 你都沒看到 他在聊地震 事實上 但是你知道 你知道這東西也是一個訊號 現在目前有人在做的事情 很有趣 他說地震防範 那天其實跟自己聊天 我就回去查一下 到底地震人家怎麼做預防 現在有個APP怎麼做 有人開發個APP 不是啊 避震你會跑嘛 你會驚慌對不對 你是會驚慌 會有比較大的動作 所以他偵測每個人 只要冠這APP人的動作 只要這個地區 會有大動作 然後他就會通知 其他有關APP人說可能有避震 你懂我意思 對啊 他怎麼知道他手機 因為你手機不是會偵測你的震動啊 偵測一些狀況嗎 啊你的手機有GPS的啊 不是啊 那腳有很多人在馬拉松之類的 那你講會帶手機去參加嗎 會啊 有啊有些人在馬拉松 帶手機去參加嗎 因為他會 他會記錄你的運動狀況 有可能啊 但是 那東西是有方向性的啊 馬拉松會有方向性嘛 我在襯動的時候 那是每個人的運動方向同方向 可是我覺得那樣不太有趣 因為 真的很合理 因為假如你現在進陣 就是在 有一點 這樣就很合理 什麼 對 動作會 不會有限制 你動 你至少要突然站起來啊 會有些驚慌的動作啊 但是他去偵測說 假設這一區 同時有些比較大的動作 但是方向是 是亂七八糟 不像你剛剛講的 把他衝動方向 我是不是假設 這邊有一個狀況 也許是 也許是火災 不是火災 我們在想 火災的區域是很小 可能這一個建築裡面的 避震的話可能區域很大 避震的話可能是幾條街嘛 對不對 你不太可能幾條街 同時間火災嘛 氣爆案 氣爆案有可能 反正就是有個災難啊 他這個變成一個災難的預防 預防系統啊 對不對 假如我現在突然有個狀況 我突然有很多人跑來跑去 我就可以 你講一下 下課有可能嗎 下課全門都會站起來 但是學校不准帶手機 正常的學校被產生 應該沒有帶手機 除了移動之外 是要嗎 我不知道啊 國中高中應該沒有帶手機 國中國小 沒有 他幫一個地方 他不會讓你戴身上 除非現在都戴那個智能手錶 也可以嗎 好 OK 那我今天在講這個 板塊運動 其實我在想 事實上有一個東西是可以 我們看 我們現在地震 想要把板塊當成水泥塊來看的話 你知道嗎 我們在大學做這種實驗 叫做硬變硬幣的測試 這個下壓就是力量 這叫做硬幣 好 這個長度我這邊放了一個水泥塊 這水泥塊被壓的時候水泥塊縮小會變小 這叫做硬幣 他的變化情形叫做硬幣 硬幣跟硬幣呢 他是有圖形的 他是大概這樣 然後可能到這邊之後就 就斷掉了 所以你可以看到是他的 應該是沒有往下 這樣就斷掉了 好 那這邊是硬幣 這是硬幣 也就有時的力量大的時候呢 他的變化本來都是很正常的 我們也多一噸 可能多一mm 多一噸少一mm 類似這樣 可是到某個地方開始的時候呢 他多一度 這個長度會變長 這距離會變長 對不對 你剛剛有看到這個情形發生的時候 你可以預設說 噢這個點快到了 我這個點快到了 就可能會斷裂 會破裂 這整個水泥塊都會破裂 那我們可以想像一下 這整個地層 地殼是不是類似一樣 我在地殼卡住了 我擠壓 擠壓 擠壓 擠壓就會變形嘛 可是我在擠壓 因為當它太飄移啊 不是嗎 我們整個地層在飄移 所以假設我們可以在上面標個旗子 這邊標個旗子 我們去偵測這兩個 之間旗子墊的距離 這是不是就硬變 對不對 這旗子越來越近越來近 突然有一天 本來我推測一個月縮短1公分 結果有一天一個月縮短2公分 再下一個月一個月縮短2.5公分 再下一個月縮短3公分 我這感覺已經越來越快了 越來越快是快到崩裂的情形 我就可以預測地震可能發生的時間 有沒有可能 哪泥 哪泥 但是我查一下 為什麼 因為比如說像台灣的話 有一邊是潛下性的 就是擦口 不是啊 所以這個監控是大系統的 大規模的監控管 我講監控是說 譬如說這是台灣的大陸板塊 這是太平洋板塊 我一定要在這邊有監控點嗎 我要監控很多點 監控這之間的距離 這之間的距離 我都要做監控 我當監控起來的話 我們知道說 之前點跟點之間的變化怎麼樣 我可以推測 可能正央這樣 就有可能這個點在縮短 可是這個點縮短沒有那麼快 可能這邊的進度比較快 有可能正央會在這兩點之間 對不對 正央就有可能在這兩點之間 那如果說 我這兩點之間進的比較快 正央就有可能在這兩點之間 就是你可以 要射很多點 板塊跟板塊之間的推測 這是我的 我想法 我覺得是有機會 所以剛剛在做地震預測 所以 好 但是 我覺得日本的那個很高 日本 是啊 那個效果很有限 效果很有限 因為通常它有效 有效在哪裡 我這是 假設這日本島的話 我沒有發生外海的地震 那因為海浪過來會有時間 我這次通知它有效 這個有效 可能有十秒鐘你可以跑 可是如果地震在這裡 有沒有效 這樣沒有海浪 這樣不見了會有海浪 但是這邊的場地可能很快 肯定只有三秒鐘可以跑 效果就有限 所以它這個東西 它預防海效能有用 但預防陸地上 預防海上的海效能有用 對啊 它預防海上的海效能有用 它預防路上的地震效果沒那麼好 它的警示的範圍很有限 它提醒你 欸 三秒後會地震 你從這裡跑到外面也不知道 也不止三秒 是不是 你要從一個人群中級的一個程式 要離開到一個空空的地方 或者找個市場地方躲起來 你只能說 地震啊 我都要坐腳 那跟你現在地震都要坐得很不一樣 你躲個三秒鐘可以緊張 欸 地震快了 還快躲起來 對 反而更緊張 好 這邊三秒就只能讓你一個地方 另外一回教育 對啊 好 我們先來看一下 我剛剛發的那個新的講義 哈囉 那其他客人開啟APP 然後按下去它就可以直接在FB上發 所以我就有地震 有可能啊 其實 其實這是有可能的 我覺得 我剛剛講APP那東西 好 等你們就可以 全部都能用 accepts